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秦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尽少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明朝的第十一位皇帝,明史宗诸侯聪,应该算明朝历史上比较特别的皇帝了,他以明武宗堂帝的身份继承皇位,在位早期也勤政严明,还开创过家境中兴的局面。 但晚年时,他迷信方氏,不理朝政,到处惊血练丹的皇帕是不说,还差点被宫女杀了,就连和最宠爱的妃子相遇,都很是戏剧话。 公元1561年的一天,朱霍聪在大殿里一边敲庆一边送经,但可能前一天晚上休息得不好,精神有点萎靡,在敲庆时一不小心敲空了,整个人往前倾斜,差点摔倒。 虽然皇帝的样子很滑稽,但周围伺候的人也只能深深低下头,当没看见。 却不想,一阵娇悍的笑声突然传出来,朱霍聪抬眼一看,就见一个小宫女吓得赶紧跪倒在地。 其他人都以为这个小宫女必死无疑了,没想到朱霍聪当晚就照醒了她,还册封她为美人。 原来,这个小宫女姓尚,年纪不过13岁,也是刚入宫不久,不太懂得规矩,只是她自己也没想到,居然会因火得福了。 上士从此成了朱霍聪晚年最宠爱的妃子,她一步步爬到了受妃的位置。 即便她曾在床帐里放烟火,引起火灾,将她租的玉德宫都烧没了,朱霍聪也毫不怪她。 接她一直活到了62岁,才去世。 都说明朝皇帝多奇葩,万历皇帝更是懒得出奇,当了48年皇帝,30年都不上朝。 结果专家打开灵幕后,才知道他有个大大的苦。 中国伤ो社会表现实际上前。 独立记领 процесс的词,连记记 opener。